每到春天 在安徽省博州的田野上 就会看到一种美丽的花朵 曼陀罗 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 正是神医花朵最主要的发明 麻沸散的主要成分 尽管花朵已经逝去了一千八百多年 但在他的故乡博州 关于花朵医术和花朵之死的故事与传说 也像这年年盛开的曼陀罗一样 代代相传 每到周日 博州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里 就传出姓林说书人于红 话说神医花朵的声音 他用说书的方式 讲着关于花朵的传奇故事 花朵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发明了麻沸散 进行了医学史上第一例人体的抛肤手术 被后人称为是外科的鼻祖 一千八百年前 华佗创造了用麻沸散麻醉全身 进行腹腔手术 这比国外的麻醉术早来一千多年 关于华佗发明麻沸散 已经是一个确认的事实 但是关于这位神医的死因 在历史上却一直是个谜团 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 小说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中 详细描写的曹操杀死华佗的经过 而史书三国志上 也有曹操处死华佗的记载 那么华佗跟曹操究竟有着什么恩怨 华佗之死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永安节 伯州普通的一个巷子 这里的人们每天过着安逸祥和的生活 箱子里的一座院落 传说是华佗藏进的居所 叫做华祖庵 据说当年华佗在这里沿袭药方治病救人 如今院子已经成为华佗纪念馆 是后人缅怀华佗的一个场所 就在距离华祖庵不过树里的地方 是曹操的家族墓地 同时代的曹操与华佗 一个是永安氏枭雄 一个是济氏神医 虽然既是同乡又是晋林 但是身份悬殊的两个人 怎么看似乎关系也并不大 为什么却会有华佗死在曹操手上的传闻呢 一千八百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样一位神医死得不明不白 这位被公认为外科鼻祖的华佗 他的医术到底有多高明 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记载 华佗为中了毒剑的关羽刮骨疗伤 华佗的医术也因关羽而出神入化 这样为人治病疗伤的病例 三国治中有十六例 华佗别传中有五例 其他文献中有五例 共二十六例 根据华佗给关羽刮骨疗伤的案例进行推断 华佗的医术已经出神入化 这就让曹操召见华佗有了可能性 那么曹操又是为何召见华佗呢 曹操这个人他是军事家 政治家 温宿家 因为他那样吵劳 那样用心 所以他经常不能够休息 经常散叉身影灯 曹操的这个脱缝病啊 是在华佗传里面有记载 这个曹操患脱缝 这个华佗进行诊治 华佗这个拯救 华佗是人民医院的中医夏克平 是这所医院里声望很高的一位中医主任医师 每天来找他看病的人 络绎不绝 他对每一个病人 都用传统的中医诊断方法 为他们看病治疗 对于曹操的头疯病 究竟是一种什么病 夏克平这样理解 曹操您 充实这个军事政治 这个草劳 换高血压变得可能性比较大 据史书记载 建安元年 也就是公元196年 曹操把汉贤帝赢到许都 这个时候曹操是奉天子以令天下 但他还不能公开处理朝政 建安十年以后 曹操终于掌握了东汉政府的实权 史书上称作太祖亲礼 随着政务的繁忙 曹操的头疯病越来越重 几乎天天发作 这个时候 头痛难忍的曹操 听了大量有关华陀 神奇治病的传闻 便找华陀前来治病 华陀沉死了一下 我要为你开卢取风险 开卢 多么惊心动魄的一个词 就是放到现在 开卢也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手术 更何况是在1800年前 华陀的医术虽然精湛 但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 他将如何进行这个手术 尽管神龙《本草经》记载 当时的中草药已经有365种 但这样就可以让华陀为曹操开炉了吗 在华陀那个时代 是种与种药理论 这个医生级别形成 内外腐二 这个葛可尼 级别上都有一些这个初心 但是对一些病了 对一些解剖了 对这个药理 这个一些这个研究 这是开始 还没有达到这个相当的这个神度 看来当时似乎还没有具备 可以开炉的医学理论基础 那么假设可以开炉的话 华陀又将怎样解决麻醉和消毒的问题 这个麻醉三样 由据后人研究一种机种配方 最常见的一种配方 有这个传舞 草舞 画脚 脚木 这个 养护所 细心 男性 还有那个曼陀罗兹 据夏科平介绍 麻菲散中用到的这些中草药 最初曾被用来制作蒙汉药 在化陀之前就有人使用 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 或者用于暗杀 真正用来治病救人的 却从没有过 华陀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 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 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 正是应用于医学 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 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 自从有了这种麻醉法 化陀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 治好的病人也更多 看来华陀为曹操开炉的麻醉问题 是有可能解决的 关于麻沸散中重要的一味草药曼陀罗的发现 在博州还流传着一个 关于华陀的令人伤感的故事 他考虑到 这个开手术的时候 已经通通没办法 他就想到 考虑到 种药里头 种药菜里头 有没有麻醉里的性能药菜 他就经常给他的夫人 带着孩子 上山拆药 据传说 有一次华陀夫妇 又带着孩子上山采药 他们只顾着寻找麻醉的草药 就没有看孩子是否还在身边 等到想起来的时候 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的肺儿 他的孩子叫做肺儿 因为躺在地上了 就是就叫 再叫又呼呼呼来了 手里还纳有一种红国 红水的国式 哦 这个是华陀意味道 他的孩子 五世 麻醉整治 已经过不来了 过度了 这个让华陀的孩子 费尔再也没有醒过来的草药 就是曼陀罗 为了纪念费尔 华陀就把发明的麻醉药 并名为麻醉药 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中药和酒不能同意 但麻醉药的服用却恰恰与酒有关 用酒费 这个是病人喝下去以后没有通论之酒 博州自古以来生产贡酒 公元一九六年 草草把家乡博州的酒润春酒 上奏给汉县帝刘邪 北魏的贾思协撰写的奇妙述 记载了这在当时历史上来说 最早的供酒 酒的悠久历史 可能也跟华陀的麻醉剂 以酒服用不无关系 我们有一个说法 叫酒为百药之掌 就是说这个酒啊 以前就是作为药用的 而且呢 他现在也有这种说法 就是把它做药引子 本身的这个酒呢 它有在按中医的说法 叫书筋通路火血 这指的是中国的特有的白酒 然后呢 这个西医的说法 现在也有说法 说这个 它能平衡人体的这种 内分泌的这种 胃的环境 说比如说我们吃的肉啊 它偏酸的 然后那个胃环境的是偏酸的 然后喝点白酒 那它偏碱的 那然后呢 叫做酸碱中和 让人感觉都比较舒服 有了麻醉术 华托又将怎样解决 为曹操手术中的消毒呢 在当时 就在草药里面 有些药你可以是解毒 用一些草药进行这个 清晰了 可以可以消毒 看来 华托当时用麻沸散来解决麻醉问题 草药来解决消毒问题 那么华托最终是否为曹操 做了胎炉手术呢 偷酸的这个 这个手术是比较复杂的 偷酸的解剖也比较复杂 那么偷酸的这个 这个麻醉 那么麻醉的事件的 这个要求比较长 这个可能就在当时 麻醉了这个 手术条件了 对大脑的解剖的这个 让我的熟悉程度了 那么条件都不太具体 看来 华托为曹操开炉取风险的手术 显然并没有实施 但麻沸散的发明 依然是华托对世界医学 最大的贡献 像美国的 那么一些 外科的专家 讨论这个麻醉素的时候 那么他们公开的承认 他说 习如性的麻醉素 是从华托 开始的 根据夏可平的分析 华托为曹操开炉手术的条件 并不成立 但华托这样医术高明的人 为什么会提出 这样大胆的方案呢 有专家认为 华托并不认同 自己同乡曹操的所作所为 于是有借治病 刺杀曹操的可能 三国演义上说 曹操疑心很重 他认为 华托是想借这个机会 替关羽报仇 杀了自己 所以一怒之下 把华托 关到监狱里 杀了 梁爽 博州市一位年轻的民间学者 一直在做着 关于华托的研究工作 并著有文章 一场关于误会的往事 来阐述 他对华托之死的 不同看法 华托早思恨惑 是以为他的死祥 过于千位 俗话说 快半步 可能称为贤曲 快一步 可能称为贤裂 华托不幸成为了后者 凯托卢的遗书 今天听来非常平常 但是在以前 八倍多年前 处则千位的阉论 不禁危言松挺 而且又打着 以书的皇子傻人之线 况且 这个华瑜的对象 是神性夺一的曹操 这个不是皇帝的皇帝 搞于称相的称相呢 华托本是一介不移 每天游走四方 为百姓治病 是他愿意做的事情 而曹操因为经常头痛 就要把华托留在身边 让他专门治疗他的头疯病 这让华托非常为难 在曹操身边待了一段时间后 华托请假走了 但是假期到了的时候 华托仍然不想回去 诱骗曹操说 自己妻子病了 曹操派人去他家里查看 发现他的妻子并没有生病 于是把华托带了回去 这件事情 让曹操对华托失去了信任 后来以后 华托到了曹操的身边 他以后 你找到他跑出去 给人治病了 你跑到 找到他治病了 所以这个时候 曹操你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把人砍住他 不要在他处去了 举手了他的行为 华托不愿意党寓意 可以将自己的离诱 与曹操进行谈称的沟通 我想 可以应得 爱民如资 喜猜如命的曹操的信任 在这 华托会假 不应该以起子 由病为诱 欺骗曹操 后来 曹操情人 把华托请回身边 华托应该将自己 痛是爱兹 费尔的现实告知 这样才能赢得 曹操的理解和信任 我想正是这一连串的误会 才酿成了这样一场 潜年的汉事 虽然梁爽认为 曹操杀死华托 是场误会 但唐代的刘雨昕 在《华托论》上 说了两句非常有名的话 执柄之会 真可畏诱 执柄者 就是掌握 生杀大权的人 会 就是愤怒 其实 刘雨昕 只看到了第一天 华托 触怒了曹操 招来杀身之祸 有据三国志记载 曹操说了一句 非常典型的话 天下当无此鼠辈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曹操没有把华托 当作人才来看待 这才导致神医的被杀 这么看来 无论正史还是演义 华托的死都与曹操 有着直接的关系 据说 华托临死前 把一部医书 交给狱卒 想传下来 但是 狱卒害怕曹操的严酷 没敢接受 华托就要了一把火 把医术给烧了 包括麻醉散在内的 华托几乎所有重要地方 从此失传 这在中医学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每天清晨 夏克平都要穿上一身 练功的服装 到博州著名的景点 花戏楼前面的广场 参加陈练 这里的每一个人 无论老少 仿佛都像动物一样 做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 据说 这叫五禽戏 是华托留下来的 一种养身操 华托这个养身方病的方法 至少有这样三种 一是你是 气场运动 操练无心系 第二种办法 你是服药 像那个企业请盐三 最后人研究你 这个企业请盐三 你由荒井舔麻作称 这个你 长起富失 可以使你 这个烟欢甩牢 寄散龙办法 是付这个秃属球 吟用秃属球 这个你就是避稳意 五禽戏是华托发明的 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操 就是模仿虎 鹿 熊 猿 鸟 五种动物的动作 练形取义 也属于气功中的一种动功 据夏克平介绍 经常锻炼五禽戏 可以使人气血流通 筋骨健壮 精神充沛 并防止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这非常符合 华陀防胃病的治病养生思想 就是在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通过运动来预防疾病的发生 像虎 这个练骨 胸 练脾胃 愿你是练身 鸟你是练肺 具体的一句无形象配音 这个虎 于水 因为肾 肾读水 读骨 这个胸 于土 于脾胃 就在无形练出土 愿 这个你是输 这个活 所以显身 鸟系就是贺系 贺系也是 于锦 于肺 这个想念系 他的无形系 是罗马尼亚的这个医疗队 那个区域队 到我们中国来考察 考察了以后 他就说了 哎呀 他说华陀可以胜气 没想到区域还可以治病 那么他说 华陀 这么开了 这种体育 意料的想法 李少义 博州的一位民间学者 研究华陀生平 已经多年 并且将关于华陀的传说和故事 整理成书 有一些 那因为华陀的世界很感人 嗯 他 这个艺术稿 也得你好 能够就此赋赏 所以我对华陀很 好像很感兴趣 很喜欢走去华陀里去采料 因为对华陀 老家 人人静养的地方 那村子里是不是人大都姓华 这个村庄的人口啊 大部分都姓华 这个地方啊 就是华陀的 第七十三代 传人 华陀的后代 华陀的家 今年多少岁久了 七日起了 七日起了 年华陀第多少岁 七日起了 虽然华陀老人 自称是华陀的 第七十三代孙 但是当问到他是否知道 华陀的死因 他却说不知道 如果连他也说不清楚 那么破解华陀之死的原因 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课题 博州是中国药材 最大的集散地之一 这里的土地 除了种庄稼以外 最多的就是各种中药材了 传说 当年华陀为百姓治病 在房前屋后 经常种植一些草药 后来这里的百姓 也仿效化陀 种植草药 久而久之 就养成一种习惯 目前 博州种植的中草药 有140多种 尤其以 勺药 菊花 牡丹 最为出名 那边是我的北厨 还有北厨的 北厨有多少年 北厨有七年 都买两千多活 我今天洗了这块 这块我还在来 还在药来的 我的药荣药 不仅地里种着药材 华横采自己 还有致病的偏方 喝得这么难啊 我喝得我都吃了个 几个 喝茶喝啊 两三喝就喝好了 喝得很浓 尽管不知道 77岁的华横采老人 究竟是不是 华陀的后代 但博州人 种药 食药 用药的经验 应该与华陀 有着必然的联系 充满传奇色彩的华陀 无论他是否真的 死于曹操之手 如今 由于历史的久远 已经不能找到 一个真正的答案了 但在华陀死后 到一千八百多年的今天 他的故乡 他的故乡博州 成为了中国四大药材 集散地之一 跪到西角山深 见到兔丝枯草 无所不有 每天南来北往的人 聚集在此 这里还有以华陀命名的 国药厂和中医院 就连生产的中程药 也大都冠上了 华陀的名字 华陀 这个一代名医 已经深深渗入到 每个博州人的生活当中 由他开创的医学传统 也在这个城市 以一种新的方式 传承 发展 一代圣者老子 声望于皇帝其名 但是有关他的个人信息 却非常牺牲 他超人的智慧来自何方 敬请收看博州专辑之 从人到神 说老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